券商降薪传闻再度刷屏 今日头部券商中字头券商传出降薪消息 根据该降薪方案 该券商投行条件中低值级员工的每月固定薪酬 获相涂降 根据值级每月固薪的降幅在5000元至1万元之间 券商中国记者向该券商投行业务的多位中低值级员工进行求证 获悉上述消息基本属实 该券商一位投行员工告诉记者 他周围中低值级员工 本月收到的税后工资已经涂降5000元到7000元 另一位该券商的投行员工则表示 本月工资已发 到手的工资确实下降了不少 税前降幅更大 也有员工称 今年项目有所减少 相对而言下调工资有一定合理性 另有人士称 此次涂降范围不包括试用期及刚刚涉招进来的职工 另有网传消息称 上述头部券商对投行业务 MD董事总经理以下值级员工的固定薪酬进行涂降 但暂未涉及奖金部分 MD或调整奖金 但暂未下调基本工资 对此 券商中国记者向业内求证 受访人士均表示不清楚 也有人称 公司暂未向员工通知年终奖 记者了解到 投行向来是券商人均收入最高的业务部门之一 2021年下半年在业内激烈的抢人大战下 一些投行曾对员工薪酬做出一定调整 包括调整每月顾薪与奖金比例 提高固定薪酬部分等等 当时甚至有头部券商 针对应届硕士生开出每月3.8万 乃至4.5万的固定薪酬 年终奖降煤降饮热议 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 近期各券商密集发放年终奖 降薪成为行业绕不过的话题 5月下旬 网传某大型券商投行条件千余人 取消发放年终奖的消息 对此 该券商向券商中国独家回应称 传言有误 公司并未取消投行全员年终奖 不同员工奖金情况有所不同 公司去年为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调整优化了奖金发放方式 部分奖金体现在日常 记者在业内采访发现 由于2022年 证券行业整体经营业绩下滑 不论是大型券商或中小型券商 不少员工的年终奖都有所缩水 有券商人士告诉记者 券商前台业务人员的收入 本来就随着年份不同 有着较大的波动 大年和小年的差异巨大 2022年 行业整体业绩下滑 年终奖缩水也在预期之内 也有头部券商研究所的员工告诉记者 降薪幅度取决于入职时的工资 不排除一些原先收入较高的 首席年终奖缩水幅度较大 根据中正协数据 2022年 140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49.73亿元 同比下降21.38% 实现净利润1423.01亿元 同比下降25.54% 证券投资业务成为 拖累行业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券业降薪进行时 券商中国记者 此前曾梳理上市券商 2022年年报中公布的薪酬数据 发现2022年 各券商员工人均薪酬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若按照员工人均薪酬等于 支付给员工薪酬加期末 应付职工薪酬 期出应付职工薪酬 斜杠 期出员工人数 加期末员工人数 2的口径计算 2022年 人均薪酬较高的是 中信证券 中金公司 人均薪酬分别为 83.64万元 81.96万元 分别相比 2021年 下降11.68% 29.60% 其中 中金公司 人均缩水 逾30万元 大中型券商中 招商证券员工 人均薪酬下滑幅度 达到39.37% 从2021年的人均 77.97万元 减少至47.27万元 海通证券 信达证券 分别减少 36.3% 31.8% 此外 华泰证券 国联证券 浙商证券 广发证券 中原证券 中泰证券员工 人均薪酬 均同比减少 于20% 值得一提的是 国泰军安 以74.19万元 的人均薪酬 排名第三 不过 统计数据 中国泰军安 出现涨薪 与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出现变化有关 在2021年的年报中 国泰军安 在处置上海证券股权后 上海证券 不再被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但年初人数 仍包含上海证券 而在2022年年报时 由于国泰军安 持有华安基金的 股权比例 增加至51% 华安基金 被并入报表 在业内人士看来 券商心头的下滑 有多方面因素造成 一方面 有市场环境影响 行业业绩下滑 另一方面 监管曾持续呼吁 要科学设计薪酬体系 建立长期 与短期兼顾的激励机制 去年5月中正协发布 证券公司建立 稳健薪酬制度指引 其中明确 证券公司建立 稳健的薪酬制度 健全薪酬激励 约束机制 证券公司 应当结合 经营实际情况 合规风控效果 自身发展战略 股东长期利益 等多种因素 制定薪酬预算总额 综合公司实际情况 和市场水平 确定薪酬标准 平衡不同职位 不同岗位人员的薪酬水平 证券公司 ConceptBard